欢迎收看建筑300秒 我是建筑师高强 北京奥运会据说是史上最成功的奥运会 这家奥运会我们有史上最宏大的开幕式 有第一流的比赛场馆 最后还获得了历史最好成绩 而所有的一切我们不能忘记 我们还有一个世界一流的奥林匹克公园 这个公园诞生的台前幕后 还有一些你可能并不知道的故事 首先奥运会的举办的选址曾经是一波三折 举办奥运会是一件非常烧钱的买卖 北京奥运会尤其如此 据世界会计协会统计 北京奥运会直接投资351个亿 在奥运史上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这么大的投资选址当然就成了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 从最开始的15个选择到最后上报的5个方案 说到底就是北京南北城之争 最后因为南城建设投入太大而选择了北城 继而导致北京南北的差距其实是变得更大了 那么今天看来如果当初选择在南城举办 应该可以解决北京南北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交通状况也会好很多 而且由于北京北部是山区 其实已经没有发展空间了 南部的发展还会相应的带动北京南部相应周边城市郊区的发展 也符合了北京向东向南的总体发展战略 但是选择南城最大的问题恐怕就是 我们的奥运会可能就不能够像我们举办的那样奢华了 除了选址的问题 奥林匹克公园的规划曾经最大的争议是在中轴线上 到底建不建房子 这个事情的缘起是在用来申办奥运的那版方案 当时以国际展览体育中心的名义 搞了第一轮国际设计竞赛 后来根据几个获奖的方案综合了一个方案 在这个方案当中 在中轴线的位置 也就是现在的奥森南门的位置 做了一个500米高的世贸双塔 虽然北京申奥通过这个规划方案成功了 但这个双塔却引发了很多的质疑 因为北京的中轴线是城市格局当中最为重要的内容 所以如何处理中轴线就成为规划的核心问题 后来在申奥成功后的正式径条中 这个方案也成为了当时淘汰方案的 其中的一个重大的标准 据说专家在评选的时候 所有在轴线上做建筑方案的这样的构想 直接都被扔到了桌子的下面 经过专家的评选 最终从参选的55个方案中 选出了现在的这个方案 但这个方案有两样非常重要的构思 其实在实施当中被取消了 一个是方案设计了一条奥林匹克轴线 这条轴线是将奥体中心的体育场 和国家体育场的中心连接起来 向北一直延伸到奥林匹克公园的一条轴线 这是一条奥运文化的轴线 轴线上还设置了体育英雄公园 和奥运精神纪念公园 那么另一样东西是规划中 原来考虑在五公里的轴线长度上 每隔一千米设计一个纪念广场 代表一个千年 把中国历朝历代的文化在这个轴线里面 进行一个集中的表现 而奥运轴线和中轴线的交叉点 正好就是在周朝的位置 这个象征了中国对于世界城市的贡献 那么这两个想法 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公司 但是很遗憾 最终没有实现 另外呢 在奥林匹克设计的竞票当中 其实设计公司最大的赢家 莫过于美国的Sasaki公司了 在奥林匹克公园规划的国际竞票中 他和天津华会组成的联合体 获得第一名 牛吧 在后来的奥林匹克公园 景观设计方案的竞赛中 他和清华规划院组成的联合体 又中标了 而且他还在同时举行的 武科松体育中心的国际竞赛中 独自获得二等奖 注意哦 这个一等奖是空缺的 虽然后来武科松没用他的方案 用的是另外一个二等奖的方案 但不排除是因为他已经中选了中心区的原因 因为总不能太过分嘛 什么事都给他了 一般我们中国人听完这个 估计很多人都会立马感叹 我靠这个公司什么来头 八成是有猫腻吧 这个就是我们的通病 但如果你看看当时那些评委是谁 我估计你就不会认为有这个可能了 所以我只能说这个公司太牛了 确实这是一家在美国非常牛的公司 这个公司的创始人是Sasaki 一个日益美籍设计师 他也是著名的SWA的创始人之一 这个SWA这公司现在是一个巨牛无比的公司 说到这很多人可能会怒了 什么我们的奥运会本来找了一堆美国人 欧洲人来做设计心里就不爽 这怎么还有日本人的事 大家不要着急 北京奥林匹公园的设计与建设 凝聚了无数人的心血 尽管在台前光鲜亮丽的好像都是国外的公司 但其实出力最多的是中国设计公司 很多项目都是国外只是做了一个概念 就放手了后面的深化和整个的施工的设计 都是由中国公司完成的 如果要论工作比例 国外公司顶了天了也就占个10% 当然他们拿了多少钱 咱就不说了 因为一说都是累 所以说奥运会成就了北京这个城市 也成就了我们的这个建筑行业 时隔8年之后 奥运对于整个建筑行业的影响 到今天依然在继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